你也觉得这个男主有问题是不是 对啊 这次我要让这个男主 好好地给女主道个歉 道 必须得道 但是我觉得 不能让女主轻易地原谅他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严 你干嘛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我才不接受你的道歉呢 我真的是很真心实意的 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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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看啊 这个男生的力气都比女生大吧 他一把把他拽住 然后先把这个女主给拽回来了 他拽回来 你不能 主任 刚出关道 属下就行动了 没有惊动大部队 就抓了他们两个 你到底是谁 你们不是满京城地到处找我吗 怎么 见面反而认不出来了 你是 太子殿下 本太子 给你们一次机会 告诉我那个老东西藏在宫里的人是谁 我就可以不杀你们 你是杀了我们吧 我们是不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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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 真的有这么样一个人了 说吧 说完了就可以回家了 可惜了 主人 他们死了 咱们怎么找出宫里的人 我没有猜错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人应该是他 怎么会是他的呀 主人你说的是 是 主人小心 这是圣物 可摔不疼 是啊 所有我们西越国的人都知道 这葫芦是圣物 摔不疼 睡觉了 哎 嗯 不错 素芳 最近还有手劲嘛 左边都用点力 是这样吗皇后娘娘 你干嘛 没干嘛 有话你就说啊 不说我就睡了 这个吧 你在这个那个 你回你的宣承店去 道歉有那么重要吗 做错了就要道歉啊 那如果你做错了 你会给我道歉吗 当然 我刘金峰知错就改 绝不食言 行 那你跟于尝牙明明早就认识 但是你却没告诉我 是不是你错了 是 对不起 我错了 这三个字 有这么轻易说出口吗 这三个字在你舌头上是打结了吗 我是皇帝 皇帝不能轻易说出这三个字 谁说的 皇帝是天子 你见过别的天子给人道歉吗 那魏太夫还常说呢 以民为天 那民是天 你是天子 你怎么不能道歉了 你少了这套啊 不管怎样你都得道歉的 我可不接受这样的道歉 金峰 对不起 好像也没那么难 哎呀 轻松了 对了 金峰 明天陪我去个地方 好啊 你说什么都好 你说 不会又发个什么告示糊弄我们吧 这官府说会赔我们钱 我看看这官官相护 赔到我们这儿也剩不了几个杖 对呀 对呀 这也赔到几个钱啊 皇上驾到 各位都 都请起吧 来 朕今日来是为了处理西岳国使者一事 什么人 那我得想想 西岳国使者在京城放肆 影响了大家的生活 简直就是罪大恶极 对呀 对呀 你说我说 我说我走了 你别错 好紧张 其实 西岳国使者这件事 怪朕 都怪朕对他们太过仁慈 属于防备 在他们伤害到你们的时候 朕没有及时给大家 一个合理的回应 朕 朕在这儿跟大家 郑重地道个歉 对不起 陛下 道歉 陛下 陛下您跟我们道歉 小民 小民感动的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陛下 陛下 各位请放心 你们所受到的损失 只要去礼部登记 朕一定一分不少地赔偿给你们 陛下 您说的这是哪里话 这段小贤 哪能和浩荡皇威相提并论啊 是啊 皇上万岁万岁 万万岁 你说什么来着 这不就解决了吗 张谦 回府 是 我 怎么样 如鱼得水 特别自在 我就说嘛 道歉不但不会让你觉得难堪 反而会觉得特别舒服 皇后说得是 等一下 小静 朕让你你的那个侍卫名单拟好了吗 好了 那你什么时候送到全神殿来 马上 朕是不是应该给他道个歉 嗯 等等 嗯 小静 又怎么了 朕也得给你道个歉 这一直以来都是你挡在朕的前面 什么苦 什么累 什么委屈都是你上 不过你放心 下次朕一定亲自顶上 对不起啊 川子 我 陛下你不会也给我道个歉吧 那你想多了 朕仔细想了想 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下次有机会 我没听错吧 我刚才没听错吧 陛下说他下次也给我道个歉 你觉得朕表现怎么样 陛下真了不起 朕也是这么觉得 朕还有没有必要给别人道个歉 那可多了 我觉得魏太夫得有一个吧 对 太后得有一个吧 对 还有徐太妃 是 包括我觉得柴铁周夜有必要 嗯 真舒坦 苏芳 准备开饭 别着急 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 信 这事怎么还没过去啊 过来 这什么 看看 不就是几封信吗 还能拿得了我 朕全部都写了一遍 一模一样 一字不差 朕告诉你啊 从现在开始 你只能记住这些些 过去那些全都忘了 因为不管是过去 现在 哪怕是未来 你都只能喜欢我一个人 站住 站住 站住啊 站住啊 别跑 看你往哪儿跑 不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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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只有金子 都给你们 果然是真金 你们把我放了吧 都是你们的 金子是我们的 你的命也是我们的 endlich 有事 你一定不先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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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多年了 该来的终于要来了 又是新的一年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像当年 算了 不提也罢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叫凌玉儿 是陛下新换来 配合娘娘完成任务的 今年多大了 奴婢今年十六 十六啊 想当年 我入宫的时候 也是十六岁 她说很快就来接我回家 这一晃 二十年都过去了 娘娘放心 那份名单 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的 千华服御方 梨妃下了这么大一盘棋 到头来 我们全都猜错了 这名单 没那么简单 娘娘 陛下说了 行了 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 她不腻 我都腻了 娘娘 你要信陛下 信 我当然信 娘 我的妈呀 妈呀 快起来快起来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太难找了 找死我了 你怎么睡这儿了呀 昨天晚上吧 有些欺负你了对不对 没事 你说话实说 我替你做主 这个 说实话吧 快 你爹他 娘娘 福相大人来了 他还敢来 金芬 爹 娘呢 我娘 我娘不应该在你那儿吗 怎么会在我这儿 别闹了 快叫你娘出来 我没闹 我娘真不在我这儿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她在我这儿 他自己说的 这怎么还有人离家处走 还告诉别人她去哪儿了 有福 爹 既然你已经发现了 我也不藏着椰子了 你对我娘做的那些事呢 你心知肚明 我娘这阵子就住我这儿了 等你想明白再说吧 嗯 胡闹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是后宫 娘怎么能待在这儿呢 我是皇后 后宫都是我的 我说行就行 不想 你娘今天必须得跟我走 爹 你是在跟我抢娘吗 福相大人 到底这儿不让你娘回去 都这样了 我还怎么让我娘回去啊 回去让你欺负一辈子 你以为她不回去 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怎么 当着陛下的面你还敢硬抢啊 荒唐 我刘西耀女儿还要靠抢的吗 那你想怎么办 我想 走了 你这人怎么那么容易 直男二退啊 想来的算什么本事 哄来的求来的那才算是 您请喝茶 娘 我怎么感觉你又瘦了 瘦了 确实是瘦了 娘 我怎么感觉你又黑了呀 黑 黑了 的确是黑了 娘 我怎么感觉你皱纹又多了呀 多了吗 真的是多了不少啊 娘 你是不是在刘西那儿过得不好 没有啊 有你俩说的这么严重吗 我上回回村里 那隔壁张屠夫说你娘 白了 嫩了 年轻了呢 对 那张屠夫有眼光 嗯 娘 张屠夫他们家那个如花怎么样了 嫁出去了吗 还有咱们家对门那小娟 还有那个那个被推翻二十岁的芙蓉 她们都怎么样了 自从你走后 先趴村 都变了呀 怎么了呀 娘 这个芙蓉 说来话长 这腿粗了点 这手臂也粗了 腰实在是粗啊 月妈 你到底粮好了没有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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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真累了 累了 坐坐坐坐坐坐坐 你坐 你坐 坐啊 怎么了这个尺寸 你能量身给她找一个吗 你要是不行 这后面排队的梅婆 哎呀 多着呢 我怎么会不行啊 您放心 求娶你家如花姑娘的儿老塞 把空排啊就对的 哎呀 吹了 我一定给她量身找一个 最合适的 怎一个爽自了得 那如花最后选了谁啊 她看上了谁 尽管说 朕给她赐婚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总之呢 她嫁得不错就对了 哎 娘 现在先怕孙颖翻身了 你就不用怕那个流血了 放心的住在这儿 看她还敢不敢欺负你 就是 你就放心地住在这儿 有我在 她不敢欺负你 她 你爹她倒不是真的欺负我 她只是 娘 这什么事了 你还替她说话呢 不是 不是 我不是替她说话 我说的是事实 是 算了 我告诉你们吧 你爹呢 他就是想做一件 我特别不愿意做的事 她想干吗 她想娶我 婚 真好看 你哪儿是采的 夫人 少爷 少爷 大喜 大喜 什么大喜 话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知道大喜 不是少爷 是圣旨啊 什么圣旨 陛下有旨 要册封您为上将军呢 上将军 夫人 嫁给我吧 夫人 跟我结婚之后 你就是上将军夫人了 所以 之前是你甩流蝎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我娘甩了流蝎呀 但这不是重点 就是 重点是 娘 你为什么拒绝她呀 对啊 凤啊 你还记得你太外婆 一直说过的那句话吗 我太外婆去世的时候 我才一岁 我怎么会记得 有道理 但你娘记得呀 这打从我记事起 你太外婆就一直告诉我 这男人哪 一旦有了钱 有了名利 他就会变坏 所以呢 一定不能嫁给一个 有钱 有名利 又有上进心的男人 你懂吗 所以 所以 在你爹即将背黄腾打之际 我就抢先了一步 帅了他 想娶我 休想 以为我会上当吗 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有点同情我爹了呢 我也是 其实太外婆说的也有道理 什么道理 男人有权有势就会变坏 还好你一出生就是巅峰了 你还能怎么废黄腾打 对呀 徐大妃来得比我想象的晚了一些吗 羽翼 你比我想象的聪明一些 娘娘 别娘来娘去的 没空跟你废话 咱俩是不是一伙的 徐大妃说话直截 好 那我也不说虚的了 我们的目标呢 都是千华扶育方 至于是不是一伙的 就要看娘娘你的选择了 你威胁我 当今太妃是西岳国人 这么大的消息我知道了 我不威胁你 那我不吃亏了 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 我是西岳人 先帝之 太后之 陛下也之 只是先帝不愿意多提罢了 好 是吧 你不光是西岳国人 你还是西岳国的奸细 你在冬浩国二十余年 窃取了多少秘密情报 边境布局 行军路线 他们都知道吗 哦 对 还有这宫里有多少西岳国人 他们也都知道 还有啊 你在皇宫里 多次试探我的身份 甚至还想借刀杀人 借我的力量绑架 皇后娘娘的母亲 把脏水都往我一个人身上泼 这些事情 徐太妃也不怕别人知道 你 你们这些男人 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们女人呀 我生来就想做间谍吗 我有得选吗 没有 你以为 你凶什么凶啊 你凶就有理了吧 我找谁说理事啊 你走开 我不压力加好人 你还怪我 我 试探你的身份 你要是没有身份 又能找我试探你吗 你们这些男人 不做个太子 不做个皇帝 就不会做人了吗 中间就知道搞事情 搞这么多事情 还要来拖累我们女人 徐太妃 你这到底是要干吗呀 我要回家 他们说 找到名单之后 就让我回家 都怪这个李妃 干吗把名单藏起来 我找不到太难了 你去把他招来吧 这样 就见他欢喜了 刘蝎子 你干嘛呢这是 不关你事 有事快说 今天晚上我忙着呢 宫里的人呢 露出了马脚 是徐太妃 看来啊 那个乱臣贼子 这么多年来 也在找那个方子 而且为了那个方子 二十多年来 一直送间谍入宫 真是用心良苦啊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在跟你说什么呀 我听见了 徐太妃是奸细 也在找方子 在他面前暴露了 很危险 是不是这意思 这么大的事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又早就知道是不是 太词啊 徐太妃本来就是西岳人 从他进宫的那一日起 大家都知道 他是奸细 有什么奇怪的 有什么大型小怪的 至于你 在他面前暴露了 那也不用担心啊 如果他想揭穿你 跟你过也不去的话 你还能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吗 那你的意思是 徐太妃不足为据 先不用管他 只要金凤快点找到方子 主动权就会在我们手里 刘夕啊 我一直搞不清楚 为什么你一定要让金凤 冒这么大的险呢 你觉得是冒险 可我觉得 只有金凤完成了这件事情 才能和小皇帝之间 形成真正的默契 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皇后 看来你不懂女人啊 什么意思到底 黎一飞 她也是喜悦人 她为什么会把这些 奸细的名单留下来 做出这种 出卖同胞 出卖国家的事呢 你看我这画怎么样 好不好看 这画的什么呀这是 夫人 原来是夫人哪 都说你不懂女人 真没记忆 你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四个跟我一起来 你 还有你 你们四个跟我一起来 是 是 你们先把这些东东拿进去啊 好 这什么 娘娘 府相大人送礼物来了 刘夕给我送礼物 这不太可能吧 娘娘自信一点 把太和八去掉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就说嘛 都是送给夫人的 有些这是要放大招啊 我的娘娘 爹还给你买了你最爱的腊肠啊 娘娘这里太多礼物了 这还有画 那快打开看看 哎 这什么意思啊 你爹 在向我表白呢 那还有别的打开看看 好 这是 这个呢 这个呢 他说我而是不嫁给他 他就给我跪下 哦 这个我知道什么意思 爹是说如果你不嫁给他 那你就做他的奴婢 一直给他洗脚 什么呀 他说我要是嫁给他 他就每天帮我洗脚 哦 这个我知道了什么意思 爹是说他在你房间里 摆满了鲜花 就等你回去了 不是 他是说他采了上好的蜂蜜 等我回去品尝 这哪有蜂蜜啊 啊 这都看不出来 你看 春天到了 摆花齐放 蜜蜂出来采蜜了 那自然就有蜂蜜了 哦 哎呀娘 你跟爹好浪漫呢 浪漫 嗯 浮相还真是用心了 你看看你啊 都不如流蜜浪漫 怎么就没他浪漫了 哎呀算了算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 行 你等着 朕一定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浪漫 嗯 皇兄 陛下 陛下 你这么着急叫我们 是有什么大事要说吗 对 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 啊 刘蜜子要反了 这是跟他确实有关系 陛下放心 这一定誓死误会 刘蜜子想要陛下的江山 那他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哎不至于不至于 放下放下 嗯 事情是这样的 金凤的娘住进了香罗殿 刘蜜子就每天往香罗殿送东西 哄夫人开心 然后金凤就觉得 朕比不上他爹 没有他爹浪漫 你们说怎么办吧 这 陛下 这就是您说的关乎国运的大事啊 怎么不是大事 家国天下 先有家后有国 如今朕连自己的妻子都满足不了 还怎么治国其天下 先有家 让妻子满意啊 有道理 当然了 想折啊 浪漫 对对对 有浪漫 殿下 站住 这俩什么东西啊 这两个是灵国进贡来的两个望远镜 望什么 望远镜 望远镜 干什么用的 就是能看到很远的地方 有多远 浩瀚银河 宇宙万物 这东西啊神都不得了啊 陛下看了都说好极了 这不 叫我们送去小楼 安置好呢 娘 你再吃个这个 你吃 娘娘娘娘 我怎么吃 娘娘夫人 你们快猜猜浮香今天要送什么礼物来了 刘夕画样这么多啊 每天都不重样 我是猜不到 好 苏芳 你别卖关子了 快拿出来看看 就这 怎么感觉刘夕开始走俗人路线了 像 莫像花开可缓缓归矣 岳母 府相大人这又是在催促你回去呢 那这汤什么意思啊 乌姬熬的汤 好像还有一味药材 药 什么药材来着 当归 对 当归 岳母 府相大人这还是同一个意思 娘娘 刘夕好浪漫啊 熏郎 你要让我见识真正的浪漫呢 正在准备 真的啊 君无戏言 雲七抹黑的 你不睡觉到我来这干嘛 你别急啊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看 你看那边 元宠 你再往我这边看点 什么啊 这不是我的招吗 没有 我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我两只眼睛都看不到 传说在星空下 有一片玫瑰星云 只要在玫瑰星云下告白 就能得到祝福 是吗 可我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对白都一样 什么 谁说话了吗 黄尘之内不得喧哗 嗯 你再往右 我还什么都看不到啊 你再往右 往右 再右 看到了吧 有啊 真的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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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没说话了 你是不是换听了 白玉 嗯 我 我喜欢你 嗯 你该不会带我来就看这个吧 嗯 这是我今天看过最好笑的大戏 真好 你该不会觉得这是浪漫吧 你怎么可能 朕身为东浩国的一国之君 带个玫瑰彰显朕尊贵的身份 不过分吗 我就说啊 你不会这么俗气 当然了 正如你所见 朕身为一国之君 有必要监视这皇城的一举一动 带个望远镜 不过分吧 先走吧 小姐 你回来了 嗯 好了 你回去吧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什么问题啊 我说 我喜欢你 你难道不想说些什么吗 小姐 我觉得二殿下对你是真心实意的 我知道啊 那你为何 刘白玉 我是不会放弃的 好 双子 这样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 指迁东风 好 那咱们去御方园借东风 对了 借的同事皇后啊 好嘞 陛下 我们出发了 去吧 去去去去去 来 小姐 小姐 二殿下让你现在就去御方园 不去 二殿下还说 要是小姐不去的话 她就从丽景萱上跳下来 嗯 那让她跳吧 小姐 这也太狠了吧 丽景萱只有一层楼 这怎么都来得这么早干嘛呀 这怎么都来得这么早干嘛呀 双子 怎么这么多人啊 奴才也不知道 奴才还没通知呢 没事 人越多越好 这东西准备好了 早准备好了 走吧 聊一下 好בע 夏姐 怎么回事 刺者 历了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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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